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回忆童年,充满动漫元素 网友感叹,是个幸福的小孩 在这就是街舞的衍生综艺一起火锅吧 进入了童年回忆的主题 没想到这次的UNIT王一博 让我们挖掘到了宝藏 小时候吃过的沾牙糖 老是冰棍,吹泡泡的东西 玩的四驱车,丢沙包等等 都出现在了火锅间 很多喜欢王一博的人 突然发现,曾经看街舞 总感觉他是个在舞台上很自信的人 给人一种裤盖的帅气 但是私下看,总有些可爱的气息在身上 大部分人的解释是 毕竟才25岁的年纪 自然还是个孩子 这一季街舞 由于赛制的更改 这次的王一博在舞台上跳舞的次数减少了 更多的是点评跟互动 精彩的地方 反而转移到了后台 火锅间的交流跟互动 无疑是王一博最真实的一面 很多人说 王一博在火锅间贡献了不少的话题度 特别是钟爱的香菜 还有自己的各种瓜 都会亲自上阵爆料 这次呢 火锅间不仅仅安利过长空之王 想要当老鹰 翱翔天际 是因为觉得空军真的好厉害 言语间充满了敬意 同时呢 还跟李承炫安利了拍摄的热烈 关于杭州亚运会街舞题材的内容 更透露了这部作品 可能要在明年上映 这次火锅间主题是童年回忆 没想到一到火锅间 王一博就开始搜罗自己喜欢的东西 跟跟哥分享四驱车的各种玩法 还会逮着吹泡泡的糖 玩个不停 同时呢 还吃了好多小时候的小零食 甚至酸到抱着腮帮子许久 估计是吃到倒崖了 总之呢 我们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喜欢这次的主题 这也是为何我们在他身上 看到了不少童真的地方 更让我们惊喜的是 这孩子在动画片通过歌词 猜歌名的环节中 表现得尤为突出 各种的动画片前奏一起 他都瞬间猜得出来 让其他的队长都怀疑 这不是我们年代的动画片吗 王一博 你怎么看过 从聪明的一修 阎鼠 天方夜谭 到数码宝贝 奥特曼 灌篮高手 等等 他都能够瞬间说出作品的名字 还有一些我们都不曾看过的动画片 比如 大耳朵涂涂 他都可以快速地说出来 让我们大为吃惊的同时 有点瞬间羡慕他的童年了 原来是个幸福的小孩 动画片 动画片没少看呐 眼睛视力还这么好 真的是个被父母疼的小朋友 在庚哥说 这个你都看 他的解释是 小时候爱看动画片 憨憨地解释 反而有些反尔萨了 毕竟小时候 哪个小孩不爱看电视 不喜欢看动画片呐 但是王一博的童年 果然是彩色的 月片量肯定不低 在天天向上中 他曾经说 小时候校门口 各种的魔术小玩具 他都买了不少 现在家里都还有 各种的糖果吃到后 槽牙都坏了 还有爸爸喜欢带着他 去各种的游乐场 说出来 足够羡慕他的童年了 一个如此幸福的童年 真的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力 也终于懂得 他在舞台上会如此有气场 能够释放自己 根本不在乎外界的各种看法 跟他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 真的有着太多的关系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街舞的衍生节目 一起火锅吧 挺有意思的